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维泰 嗨 主意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就要来请教维泰哥了 大家都一直在问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台股啊 这个每天每天每天一直在跌 实在是太恐怖了啦 现在已经跌破季限了 然后呢 贵买呢也在今天也跌破了 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这个大盘的看法到底我们该怎么看呢 下周的一个操作方式呢 到底是逢低我们要来减一点股票 还是这个时候大家还是缩手为妙 嗯 好 大家都很想知道 这个盘到底跌到什么时候 那市场上面有一个冷笑话 就是跌到一点半就会停了 对 好 那这个大家笑笑就好 其实跌到什么地步啊 我个人觉得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融资余额 因为其实这一次呢 从波段跌高点18000点 一直往下下跌过程当中 其实法人的部分并没有特别跌跟卖招 反倒是我个人有发现到 当行情在跌的时候 当天融资余额就是出现大幅度的减少 以这个礼拜来讲 不管是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三 看到在指数下跌过程当中 融资余额都是出现减肥的 那么在礼拜四的时候呢 出现反弹 那反弹呢 那融资余额也小幅度的增加20亿 结果礼拜五又出现下跌 所以其实这一波段的一个修正 最主要就是筹码面的一个修正 还有一些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在排面上面的一些 高档的股票在那边进行修正 所以我个人认为 接下来真正的指标讯号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融资余额什么时候轻的够低 那我个人观察 如果说融资余额接下来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降到2500亿的话 那我认为短线上面就有这种 所谓清洗符合的效果 那么第二个讯号就是 之前涨太多的一些相对的高档的股票 可能要进行股价上面修正 为什么是现在呢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 刚刚好是半年报要公告的时间点 那么半年报公告完之后 大家对这家公司 他在今年上半年的获利的数字 跟获利的情况 大概就已经了然于胸 那么至于他今年全年的获利数字 大概也估个出来了 那全年的EPS如果能够估得出来 那相对应到他现在的股价 是不是本益比偏高 如果是的话 那么当然这些股票的一个股价 就很有机会去做一个调整跟修正 不过你也不用特别的担心 因为等到半年报出来 一定会有一些的公司 其实股价没有什么涨到 但是他的获利数字还不错的 什么这些的个股呢 那么我相信市场上面 在短线上面震荡完成之后 一定也会还他一个公道 看来这个大盘 大家可能要保守看待 因为最近有一个冷梗 但是如果你亏很多的话 你这耿听了心里头很痛 你不要骂我 最近呢大家我们看新闻啊 迦乐福呢现在要找买主了 那为什么迦乐福要卖掉呢 因为天天都便宜 台股也是这样吗 到底让每天都一直很便宜 到底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越买越贪越贫啊 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贵买指数 今天也首度跌破的际限嘛 那到底在这样的一个感觉 惊涛骇浪的一个盘势当中 还有哪一些的亮点哪些 大家可以观察的个股吗 我们要请教韦泰哥 当然会有 因为其实如果说我们从 整个基本面来看的话 7月份营收创新高加速有164加 这个创新高的加速 其实算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高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看到 五熊六绝跟七上吊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过去都是 第二季是属于相对淡季的情况 那么今年看起来确实有点点淡季不淡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在短线上面 筹码消化完之后 基本上站在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年下半年 理论上都还是会有往上去做反攻的机会 那只不过呢在亮点的部分 如果说从今天的盘面上可以观察到 万绿从中两点红 那两点呢第一个就是航运 在今天早盘其实航运股 航运的指数基本上是相对相对的一个抗点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因为航运股大概从七月中到七月底的时候 就开始往下做修正 一直修正到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基本上都还在做修正 所以其实就短线上面来看 航运股的股价其实已经修正过一段时间 所以不管是货柜三雄 不管是散装航运 或者其他的一些航运相关的一个个股 基本上我觉得短线上面 他们都已经有止跌跟落底的机会 所以今天其实它相对抗跌 那么第二个 其实今天观察到了 就是在金融个股的指数上面 也非常的厉害 因为今天的金融指数呢 其实算是相对相对的抗跌 那么为什么相对抗跌 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从去年大涨电子股 到今年上半年大涨传产股 到现在为止 就唯独金融股 它没有有效地去做一个表现 所以其实涨完电子 涨完传产 剩下金融股没有表现 而今年的金融股说真的 业绩跟获利状况都表现得不错 甚至在7月份营收 还看到像玉山金也创下历史的一个新高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获利数字 都表现相对不错的情况之下 而股价都还没有涨到 那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这一些的一个族群 或者这个类股 在接下来市场上应该要缓搭公导 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 如果投资朋友现在 你的钱要找到一个资金避风港的话 我觉得现在金融股 有些甚至还二三十块而已 确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真的 我们在讲说投信 它一定会有一些换股的一个动作 尤其是在半年报公告的前夕 或者半年报公告之后 他们会去做一些 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所以现在正好就是可以观察到 投信到底针对哪一些的股票 不离不弃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帮大家 来去做了一些筛选 就是在投信的买卖超的这么多个股里面 我想帮大家找出来就是 它连续买超超过五天以上 而且在买超的张数又大于一千张 当然这些的一个个股 虽然说现在中小型股还算是相对的比较 就是比较活泼 但是我们希望他找到就是一些 股本比较相对大一点点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特别挑总市值大于100亿的公司 那这些公司呢其实我大概看一下筛选完 大概只剩下15档 就是投信在最近这一阵子 有出现连续买超 那连续买超的一个张数有大于一千张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来看电子股好了 电子股这一次呢 其实很明显看到连投信买超的 连续买超天数最多是日月光 然后再来就是联电 然后在世界先进 然后还有像是新权等等的 这些都是属于投信连续买超 甚至有点韧养味道的一个电子股 那可以发现到在这些电子股里面 的确在最近的一个股价 例如说已经电来讲好了 他股价其实一直都在属于像相对的比较高 挡作强势整理 那么也还没有回测到季线影响 就类似这样子有特别的投信在照顾的一个公司 那么他的一个股价也的确会相对的比较稳定一点点 那至于说其他的包括像世界先进 这个跟联电同样的族群 都是属于就是成熟自成的金元代工 那也传出来在接下来第三季或者是第四季 因为产能有限的关系 他们都还可能在往上调涨他的代工的报价 所以基本上在长线的一个基本面上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那日月光跟星全 那就是跟IC风测比较有相关 那IC风测其实在整个半桃底族群里面 其实也算是涨的比较少的 不过IC风测其实在今年 例如说前七个月的营收表现 其实上都表现相当的不错 包括像林生 包括像华太 包括像超峰 甚至包括像日月光都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有基本面的一个优势 再加上有这个投信法人筹码的一个加持 这些个股或许短线上面你会怕 但是我觉得这些个股值得你放入我们的口袋名单 那除了这个电子股之外 我个人也发现到就是 投信其实针对金融股有很明显的买潮 那这个情形很异常 因为根据我过去的理解 其实逼不得已他们不会去买金融股 他们都是以电子股优先 然后会来去买传展股 因为金融股它的股性比较差一点点 那对于想要去赚价差的投信来讲 金融股通常都不是他们的优先选择 可是我没有想到 在最近我看了资料里面 我发现到金融股其实是投信 在最近积极做买进的一个族群 包括像是中租KY 包括像是赵峰金 开发金 永峰金 甚至包括像是富邦金 国泰中信金跟第一金 所以可以发现到 这次投信买超金融股的一个加速 甚至还超过电子股 所以这也呼应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 最近为什么金融股它特别的抗跌 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获利数字表现得相当不错 而股价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现在我认为投信的想法 可能跟我想的是差不多的 目前金融股应该是对他们来讲 一个比较好的资金避风港 那么再来第二个原因是我个人认为 有相当多的金融股是最近才要去进行除息的 例如说赵峰金 例如说永峰金 他们才刚刚去做一个除息 那像这种就是股价没什么涨到 然后他又有除息 又有现金股利可以收 那如果在接下来2022年 全球的一个升息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这其实是对金融股相对比较有利 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的金融股 比较像是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要之后请教维泰哥 那到底下周该如何操作呢 下个礼拜我想基本上台北股市 就会面临到的就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挑战 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在节目开始 自于所说的 其实现在季线看起来是已经失守了 那所以有很多的一个长线的投资人 会以这个季线当做他们的持股 是不是要去进行减码的一个依据 所以我个人认为要先观察到 下个礼拜就是一些基欧个股的一个表现 哪些基欧个股呢 很简单 先看三档电子股三档四档三档 第一个台积电台积电它是属于就是我们的 护国神山的支手 所以其实台积电如果说它的股价能够相对持稳的话 对于短线三面电子股的一个止跌力道 应该会有所帮忙 那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就是联发科 这两档个股基本上都是这个IC族群里面的重要指标股 那这两档个股如果能够守住 我个人觉得其实电子股大概也就不用太担心 那么第三个是我个人认为 未来的一个包括像是电动车或者是充电桩 相关的一个布局比较领先的台达电 那台达电基本上也是属于外资法人持股 超过70%的公司 所以等于是我们要特别关注到这些 外资持股比重比较高的这些公司 他们筹码也没有松动 如果杀成这样外资的持股都不离不弃 我个人觉得大家也不要这么紧张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一些 涨多了中小型电子股的部分 其实像礼拜我看到有一些 例如说金豪科或者是其他一些IC设计股 过去涨了比较多的 那他们可能短线上面面临一些股价的修正 那么在下个礼拜 他们是不是能够出现止跌跟强坛 如果有机会出现止跌跟强坛 我觉得不管是贵满指数 或者是我们做电子指数的部分 基本上在下个礼拜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不要杀地 好我们非常谢谢维泰哥 在这个乱这个惊涛骇浪当中 给大家一点点信心了 那当然呢 最近的盘是真的真的很难操作了 那维泰哥刚刚也提醒大家了 如果你真的 你就是一个死多头 你就是要做多的话 那麻烦你看一下投心任养股票 你会安全很多 那不然的话呢 大家就是手中的持股 你要重新检查他一下 那如果已经跌很多的话 你就再忍一下 不要这个特别杀地 不然你可能会砍在阿胎股 你就会堆心肝 但是啦 最近真的很难操作 那还是希望大家持盈保态 就跟维泰哥一样 然后希望大家呢 还是下周小心谨慎的操作 希望可以在这个很慌乱的时机点 我们静下心来多赚点钱咯 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咯 我们下回见 拜拜